长荣钢铁股东会议10号召开 门禁管制森严 谢绝媒体进入采访 由于长荣钢是长荣航空第四大股东 长荣钢今年改选 被视为明年长荣航空改选前哨战的关键 到场股东也感受到气氛不寻常 会觉得他们这样子会影响到营运 这个肯定会的吧 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 因为基本上他们已经没有家族同心了 先看他们的整个家族的发展方式吧 上午10点多 弟弟派成员张国伟被派到出席股东会 兄弟两派卯足全力催票 让出席股东投票率高达97% 双方持股都接近四成 相当逼近 10点13分 长荣钢铁进行董事改选投票 经营团队大哥派取得三席董事 一席独董 而长荣钢董事长林耿利拿下第一高票 而弟弟派则是取得一席董事两席独董 长荣钢铁确定由大哥派张国华占上风 总计张国华旗下可以掌握的长荣航空股份 包括长荣海运持股14.69% 荣运0.93% 加上长荣钢铁的3.87% 总计可以达到19.49% 也大大提高跟弟弟派在长荣航空的角逐胜算 不过日前巴拿马长荣国际EIS公司 常任董事长闹出双包争议 也将成为两派人马接下来的对决重点 谁能拿下EIS公司才能只取获利超过2000亿元的长荣海运 新台电视胡宗亥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